現場的第一手畫面 台中捷運包裝的吊車高空吊掛 怎麼半空中就突然金光閃閃的 下起了鋁條雨 再看一次 吊車一個轉動 二十多根長鋁條 就這麼天女散花似的砸落下來 另外一個角度的鏡頭 鋁條吊在馬路上 還飛到對面的人行道 工作人員一陣驚慌 趕緊衝上前幫忙 一輛黑色的轎車開過去 被砸個正著 駕駛卻來不及反應 還繼續往前開 上午九點多 工作人員把捷運高架上 濕座伸縮縫多餘的鋁條 要吊掛下來 疑似捆渣不確實 現場又有陣風 吊掛的時候 不慎撞擊的高架橋墩 二十多根三米長的鋁條 瞬間向下雨似的 分散在馬路 還有人行道上 現場有交尾 雖然有交尾 但是風還是大了一點 那不小心掉落下來的時候 砸到車子 一根鋁條少說十公斤重 從約十五米的高架上砸下來 物理老師說 換算重力加速度在殺傷力很恐怖 被砸中的黑色轎車 車燈破了 駕駛沒事 機車也只是輕微擦傷 包商緊急賠償私下和解 並且排除現場的散落物 事發之後 承包台中捷運的北捷公司 公務段緊急要求包商 高空施工確實交管 避免車流高峰施工 以免年底通車營運前夕又出包 影響市民對捷運品質的信心 記者蔡小剛聯員兵 台中報導 好